下面要 我们接着往下啊 后边还有人关在里边 看下面要出来的这一位呢 来的啊 那究竟是为谁呢 我们先看一张短片 2012年2月26日 这或许是我最紧张的日子 因为我决定是否报名《非诚勿扰》 向你表白 记得第一次见你时 就让我想起多年前我画了一幅画 画中的女人是我幻想出来的爱人 但是没想到就和你一模一样 虽然你的美让我很自卑 绝对不可能配得上你 但是你渐渐显身处的美德 却让我越来越动心 别喝碳碳眼镜对身体不好 没有我不会做的菜 对不起我得回家陪我妈 对我来说 你就是一种强烈的生命符号 不停地感恩我 吸引我 让我越闲越深 我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 只能在我的世界里暗恋着你 透透地看着你的微博 悄悄地关注你的生活 和朋友在一起时 如果提到你 我也只是假装平静地听别人议论 默默地聆听 关于你的点点滴滴 但是一直以来 你身边都有很多追求者 他们的优秀让我犹豫不决 裹足不浅 害怕被你拒绝 你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人 我认为只有在朋友圈里 我才能真正接近你 默默爱你 感受你的内心世界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单独在一起的场景吗 那天早晨下得大 天天很差 但是你答应我来 送你上班 让我欣喜万分 下班时 你却让别人接走了 这件事让我失落了好久 好久 自从知道你到《非诚勿扰》以来 我的心更加不敢 你看我东西 你看 就是在《非诚勿扰》了 不敢去看《非诚勿扰》 害怕听到你的坚持 害怕你和别人牵手 这种担心 一周比一周强烈 更无法再忍受了 我要勇敢地去做 让所有人听到我对你的爱 因为我不想再这么沉默想去 像一个透明的人呈现的可能 我不想迷失自己 压抑自己 过去 我是一个懦弱 胆气的暗恋者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要行动起来 成为一个大胆 自信的追求者 关键中 我不比你快乐 比你踏实感 或许你有过失落 但我不容许你现在和将来 再受到任何杀害 你辈子都是新鲜的 幸福的 甜蜜的 我会为你不吃辛苦 任劳任悦 所以我想说的 就是让你幸福 让我们幸福 让我们幸福 好 我只会唱歌 跟我走吧 好 心抱着你 細心抱着你 轻心抱着你 好Happy 这一段非常感人的短片 我们看到了主人公 小伙子叫朱峰 现在我们请出男嘉宾朱峰 大家好 姜佳老师好 在他开始讲话 他们两个人对话之前 我还有一段话要讲 这段话还不短 小伙子这趟来的有多么不容易 我想告诉大家 就像刚才那个片子里边 大家看到的 他到我们现场面试的时候 我们导演的面试时间已经结束了 在我们导演准备拎包去机场 回南京的时候 他在最后一分钟赶到我们的现场 要求我们的导演说 再给我一点机会一点时间 做最后的一次面试 我们的导演被他说服了感动了 我们的导演 面试导演 冒着延误航班的这种风险 给了他面试的机会 说完了的话 他通过了面试 这是他赶到最后的一番面试 那么今天的录像 我们通知他 他一定要求他怕关晶晶 被别的男嘉宾带走 他要求这一次录像 他录第一场 我们每周录四次 可是在他来的时候 大连机场的大悟 大家都知道 这两天整个北方的大悟 大连机场出现大悟 航班无限期之后 就是没有点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 什么时候雾散 什么时候走 他毅然决定到沈阳 改到沈阳坐飞机 结果他奔从机场 奔到大连火车站 去买火车票去大连 结果赶到火车站 火车票买狂 他又奔到长途汽车站 改坐长途车六小时 坐长途车到了沈阳 改坐沈阳的航班 他到沈阳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然后他坐了今天上午 最早一班 沈阳飞南京的飞机 也就是在最后时刻 他刚刚赶到现场 他从机场直接过来 小伙子这身衣服 我告诉你们 他这身衣服 就是他前天出门穿的 他已经三天没有 基本上没有睡觉 也三天没有换衣服了 直接从家拨折了三天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画面 就是他导演到现场 接他从机场出来 往演播室赶的画面 这也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这一路来得最不容易 最艰辛的一位男嘉宾 好 我的话说完了 第一 你有什么话要对刘航敬 我想跟关基敬说 其实 其实 我不想说我 过了多大勇气 能 能到这里来 我最想让大家知道 我最想让大家知道 让关联金知道 我能站在这里 我就是最 全世界最勇敢的 最勇敢的人 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他会来参加《非诚勿扰》 因为他在生活当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人 平时就算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很少会去说什么 也不会说去关注什么 当真的看到短片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我没法评认我现在是一种时髦的感觉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们大概认识在一年多 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察觉到 他可能会对你有某种好感 和那种情愫 你有没有察觉到 说实话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发现 因为他平时真的不怎么说话 基本上 来 他手上拿着东西 你跟我们说一下就能够好 我光明之后 我会给他画的画 这是《非诚勿扰》的 这是《非诚勿扰》的 这是从网上对着他照片画的 这个也是 对 这个是《非诚勿扰》的 这个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我还想说一下 我为什么要画这么小啊 我感觉东西越小了 然后能让他感觉到我 对他感觉特别在这 特别幸运 画这样一幅画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个大概需要一晚上嘛 是不是有好些的晚上你就想着他 我最早就是学画画了 完了 从上大学之后 基本上就没动过画笔 然后为了他 现在算是八年又拿起了画笔 第一次拿起了画笔 你心里有没有想过 他跟你走的可能性有多大 来之前想过 不要对不起自己 总要把这份感情表达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要等待 我们来6号的一个最后的态度 他可以突破他自己 迈出了他这么艰难的一步 我愿意跟随他的脚步 恭喜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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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回信难过 心不停的颤抖 第一次我 牵起你的双手 血停放向后去渴望哪儿走 那时已经相爱都有 那时已经厮守 我第一次问 你深深地救我 我要感谢台上三位老师 感谢您这段时间 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谢谢你们 感谢《非诚勿扰》 所有的工作人员 如果没有你们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重新为自己等待自己的爱情 选择自己的爱情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再见 再见 这样子的男人爱你 哦 珍惜 台上来过很多人 就是为行动女生来的 来过好多 好多好多 多到 在我看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差不多的 不停地拼命地 要证明 要表示 生怕别人 不知道 看到最后 我其实已经有点麻木了 我知道很多人来 是完全没有希望 是飞蛾扑火 只是为了单纯地表示 他自己感动自己而已 只有你 让我感受到那种 不张扬的 沉静的 力量 谢谢 你等一下 我还有话跟你说 我忘记跟你交代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们认识一年多时间 他一点点感觉都没有 你对他有这个喜欢 要么他一点都不敏感 要么 他对你其实兴趣度不大 他今天之所以跟你走 是因为他发现他周围身边 围了一群的小蜜蜂啊 小蝴蝶啊 都在那里跳 但是他突然发现 有这么一个人 可以愿意默默无闻地 为他做这些 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他享受着你给他的这种 全方位的 细腻的关怀 可能以后会对你有不满 他 但是如果你持续做下去 也会得到你要要的东西 再见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勇气 曾经想征服着世界 到最后回想 因为周光这个人吧 他平时真的是个 非常非常内向的人 然后都是少言少语 今天看到他的VCR的时候 我真的 我应该是非常的震惊 我可以用这次来形容 但是更多的是感动 我没想到他会对我而来 我真的没想到 既然说 还是刚才在舞台上那句话 他能为我迈出第一步 我会永远拒绝他的脚步 不会让所有人失望 包括我的爸妈 谢谢你们 我多少也了解 关键精神 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不过以后 我会以我的方式 然后让关键精神感受到 最简简单的幸福 简简单的爱情 因为之前在上一段感情当中 我一直都是充当着一个 照顾人的角色 其实我真的很累 我需要一个说能够完全照顾我 知道我心情的男人 我相信你是的 那之前的关键精神 我一直是看在眼里 然后记在心里 我觉得我以后只有对他更好 才不能让他失落 我能给你幸福 虽然他们 珠峰没有第一轮 按常规的有第一轮灭灯 但是我愿意 作为主持人提议 建议我们的赞助商 送他们两位一次 爱情海 现场的观众没有意见吧 恭喜 恭喜咱女嘉宾 获得了毕生园提供的 毕生有缘 爱情海助理 恭喜咱女嘉宾 获得了京东商城提供的 数码礼包 留住幸福时刻